谢谢主席,我们请副部长 好,杨副长 委员好 部长,本席首先先讲一句话 孩子去当兵,好好一个孩子 却只因为去做十个月的兵 然后就走了 对一个妈妈来讲 她最想知道的是真相 没有真相是妈妈一生的折磨 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 本席这四年来总共有军中被不当管教 跟不当对待的案例 陈警案件总共十五个案例 这十五个案例里面 有六案是属于精神分裂跟死亡 所占的比重有这么多 其中有一个案例 这个妈妈,她的儿子 当初是在成功领新兵受训的时候 因为感冒住院 但是因为军医的处置不当而过世 可是军中不给她真相 竟然用脑脊髓墨炎感染 来当作她过世的理由 她的家人追查真相多年之后 终于真相还她大白 她跟国家求偿一块钱 跟国家求偿一块钱 这个妈妈 这个妈妈十二年来至今到此时此刻 不曾离开过她的房间 她连家里的客厅厨房 她都走不出来 不曾吃过一口非流质的食物 十二年来每天躲在她的房间里面 喝牛奶过日子 是这样一个受折磨的妈妈 这几个礼拜以来 有一个林妈妈 她每个礼拜服务时间会来找我 她的儿子 当年读国防医学院的时候 突然之间 在没有家族病史的情况之下 她精神分裂 至今要由她亲自照顾 不能离开她 精神分裂至今 她到今天还在追查真相 因为她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的儿子 是受了什么样的待遇 会精神分裂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这是民国77年发生的案件 26年了 儿子当兵精神分裂 这个妈妈至今还在寻找真相 我自己堂杰的儿子 被不当的对待 整个军营就只有她一个人 做汽车维修 所有汽车要她一个人维修 半夜也叫她去维修汽车 求助无门 最后休假时间 雇一辆计程车 爆瓦斯炉 爆炸 而亡 自杀 都发生在我的周边 部长 你即将成为部长 我要你知道 红妈妈一生的折磨 不知道要多少年 因为真相无法大白 今天这样的起诉的结果 谁会相信 不只回避了刑法第二十八条 连二十九条 教授犯也不算 连三十条帮助犯也不算 连三十一条的共犯也不算 没有共犯 没有教授犯 没有帮助犯 只有借护士 判重罪 社会无法接受 军中高层也有人无法接受 今天总共有苹果日报 中国时报 东森电子报 跟Loud News 报导这个消息 也就是 在今天要贞结之前 的前一夜 有高层出来放话 说有人交代整重秋 有人交代啊 可是今天侦查的结果 记者会上 高检告诉人家什么 军高检告诉人家什么 告诉整个社会说 没有 是借护士在 完全没有人受益的情况之下 自己施行的不当体操 不当操练 我们要相信这个 要相信这个 躲在暗处匿名 发出正义之声的某高层 还是要相信 今天侦查的结果 整个社会会相信这个 不会相信你们侦查的结果 叫红妈妈相信哪一部分 红妈妈的折磨会持续多少年 我刚刚告诉你的案例 一个折磨了12年 一个折磨了26年 还在找真相 折磨了12年的妈妈 连自己的房间的大门 都走不出来 重度忧郁到现在 你有没有心 你如果你的心是肉做的 拜托 追查下去 这个是新市政 这个市政 跟今天真结的结果方向完全不同 去追查这个高层是谁 他所知道的事实是什么 不可能没有叫手犯 没有帮助犯 或者是共犯 不可能 要不要追查 要不要去查 我们今天公布的是一个调查的报告 那么有新市政的话 我们不会停止侦查 我就给你哦 我就给你这个去查 去查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台湾有四大媒体 报道的消息会是造假 如果这个查不出来 你当什么部长 你凭什么在这个时机当部长 在这个时机当部长 就是要把这件事情 给社会真相 给红妈妈跟她的家人真相 全台湾所有人都三条线 我们的头上都三条线 三支摄影机同时黑画面 同时同一个时间坏掉 同一个时间恢复 三条线会一起坏 三条线会一起恢复 全台湾人 谁没有三条线 谁头上不是三条线 谁会相信 要让人民相信 这是你们最起码可以做到的 部长什么叫不对称作战 什么叫不对称作战 不对称作战是所谓的一个 战力平衡的一个相反的一个名词 什么意思嘛 也就是说双方战力 这个差距很大的时候 用一个不对称的手段 什么样的手段是不对称手段 比如说 像对方有很多的飞弹 你说很多名嘴 很多新闻的时候 你的不对称作战你要怎么面对 这方面跟不对称作战的方式 好像有出入 有出入吗 这是你讲的 这是你说的 你说对新闻媒体 你要发挥不对称作战的效益 这是你说的 你当副部长的时候 在召开军事新闻学术研讨会的时候 你说的啊 所谓不对称作战就是因为 我们的资源比名嘴少 比媒体少 所以呢 就要针对一个局部的重点 权力去打那个重点 就是你们的不对称作战嘛 所以你们 你们权力在使用这种不对称作战 所以才会有什么 才会有那个所谓的参谋本部的法治教材啊 去抹黑啊 去抹黑红仲秋啊 这完全不一样 不对称作战的概念 要不然参谋本部你告诉我 参谋本部所谓的资电作战指挥中心 他的任务是什么 他的任务是电子作战 资讯作战跟网路作战 这件事情跟他何干 除非这件事情除非红案 你们需要电子作战 资讯作战网路作战 你们就是动员他出来做网路作战 他是一个单位的一个法治教育 他跟他的一个任务是不一样的 他跟法治教育无关 我已经上台本席 完全把你们的主司法查得很清楚 这个单位跟法治教育无关 这个单位他的职责是网路作战 资讯作战跟电子作战 你们对红案竟然去动员网路作战机构 这个做法是有差不多的数 出来编一个这么荒谬的剧本 我们没办法接受 我最后要告诉部长 军审法无论如何照民进党的版本通过 法国可以德国可以 法国跟德国就是两种部分 战争时候之外 就是派驻在国外的军人 以及在舰队上的军人用军阀审判 其他的全部都是用一般司法审判 国际社会上多的是可以用一般司法 审判军人所犯的各种案件 做裁判的机构就是一般司法 不是做不到 有国家做得到 台湾就要做得到 台湾是一个如何进步的一级国家 我们的教育普及 我们的司法体系 更何况今天无议政委员已经拿出来了 军审法平均才多少案 一年才一千多个案 哪有那个说一般的司法吸收不掉的道理 没有 本习是可以接受 除了战争时候以外 民进党的版本以外 我是可以接受说我们比照法国跟德国 把派驻在国外或者在舰艇上面的部分 回归给军法 这个我可以接受 如果你们愿意修正到这个版本 我愿意提出来在党团里面讨论 那也就不会有说现在的军法系统没事干 也就不会有那个问题 军法系统你可以维持去处理 所需要处理的这些范围 但是不要说做不到 台湾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你们样样都要学外国 外国有台湾就要有 这种事情多的是国家做得到 你知不知道 现有军中总共处理申诉案件 总共有五大项目 第一个一九八五 第二个叫端木清信箱 第三是民意信箱 是部长室的民意信箱 第四是各军司令的零八零零申诉专线 然后是国军官兵权益保障委员会 这五大项给军人受不当待遇时候的申诉的专线 清一色他的处理程序 都是把案件送回本单位去查 在老虎口中被咬的羊枝 求救的时候你们的处理方式都是把他送回虎口 只有一个不是 叫做国军官兵权益保障委员会 而他呢 接受黄妈妈作为外部的委员 其他也全部都是你们内部的人 本席要求 这五大系统 包括一九八五 包括端木清信箱 包括民意信箱 包括官兵权益保障委员会 包括零八零零申诉专线 处理的程序全部要变更 全部要变更成有公正的 法学专家学者加入的一个处理程序去处理 这个做不做得到 这个我们会全力举手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 我们对你也没有什么